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一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灭了 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 就是焚烧的意思 因为耶和华的火 在他们中间烧起 在他们中间的咸杂人 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又叫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地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气力枯竭了 除了这玛娜以外 在我们眼前 什么东西也没有 这玛娜仿佛盐碎子 又好像珍珠 百姓在周围走来走去 把玛娜收起来 或用墨推 或用旧倒 在锅中煮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新的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娜也随着降下来 摩西听见老百姓 各在自己家的帐户门口哭嚎 耶和华大发怒气 摩西就很不高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呢 你为什么不恩待我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掐在我身上 这百姓难道是我怀的胎 是我生下来的吗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一直抱到你 起誓应许给他们 祖宗的土地去 我从哪里得到肉 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嚎说 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 太重了 我独自一个人 担当不起啊 你这样对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 蒙你的恩待 求你 立刻把我杀了吧 不要叫我 看见自己受苦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知道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 让他们和你一同战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 跟你说话 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 分赐给他们 他们就跟你共同担当 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一个人 免得你一个人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 你们应当自解 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嚎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很好 这声音达到了 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止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要吃一个整月 甚至 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 因为你们厌弃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嚎说 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胡锡对耶和华说 这跟我同住的百姓 光不行的男人 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 给他们宰了所有的羊和牛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 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宝壁 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 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 把耶和华的话 告诉了百姓 有招聚百姓的长老中的七十个人来 是他们都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在他身上的灵 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中 一个叫伊利达 一个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选路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达跟米达 在营里说预言呢 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挑选的一个人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 但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 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营里去了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鞍唇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银边和银的四围里 这边大概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比地面大概有二轴 百姓起来 整日整夜 加上次日一整天 补取鞍唇 最少的也取了十赫梅耳 为自己摆在银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 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 基伯罗哈塔瓦 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的意思 因为他们在那里 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